请宋倩介绍一下这次野蛮女友的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应该说是一个跟第一部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而且是属于宋倩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就是一边拍 然后一边在塑造一个新的野蛮女友的形象 所以大家到时候看的话应该会看到非常新鲜的一个野蛮女友的 因为这个电影名字叫我的野蛮女友 那么你平时生活都有这种野蛮的那种表现吗 其实跟我我不算温柔的那种 我觉得自我感觉不是那种温柔的一种 所以我觉得从我自身也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演技的时候 就是从生活中的一些行动或者是语言的习惯上面 就是也是摘取了很多元素在这里面 那刚刚拍完跟车太贤的对手戏 可以大概讲一下跟车太贤拍对手戏的感受吗 因为真的特别会照顾人 然后一起对戏的时候也特别轻松 我们都是那种嘻嘻哈哈的 而且这部电影不是那种特别沉闷的电影 所以拍摄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那你这次演的这个野蛮女友在哪些方面比较野蛮 就是野蛮体现在什么地方 很多方面啊 总体来说第一部是讲就是男女朋友就是恋爱期间的那种野蛮的话 这部就是结婚以后新婚夫妇之间的那种互相 怎么说呢 细细打闹或者是那种女生的那种野蛮的那种方面 都是在新婚夫妇之间产生的那种 那刚才我们看到一个车太贤给你挠背挠痒痒那场戏 那那个影帝给你挠背感觉怎么样啊 越挠越痒 当然是特别就是怎么说啊 以前没有想过能够跟车太贤前辈一块会一块拍电影 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 而且他特别就是会演戏 所以从他身上也学到了特别多 然后他也特别照顾我 所以一起拍戏的时候就特别特别开心 对 那照顾你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呢 拍戏的时候也是特别照顾我 然后拍完戏以后也是特别照顾我 然后还请我吃饭啊 然后拍戏的时候还会一起聊 应该就是怎么样去互相对动作或者对彩词 然后还会给我很多建议 那野蛮有没有体现在肢体上 比如说有没有 有啊 那这个挺难掌控的 比如说打的话这个力度 对啊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蛮害怕就是打疼他的 但是其实你看反正都是要疼嘛 打一次打两次 还不如就是吃吃吃吃的打完一次就过了 对不对 一开始就是特别的不敢打 然后反正都是要疼的嘛 就一次过比较好 所以就下狠手了 那是他主动提出来吗 还是就是一条一条不过的 导演也是这么说 然后他也是这么说 说就不要担心 反正都是要打的嘛 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就让我一次就打下去 那下狠手之后打完之后 有没有通过什么方式安慰 有啊 就特别特别对不起嘛 然后就问一下他有没有关系 疼不疼什么的 然后回来的时候 演出回来的时候 还带了好吃的给大家 算是就是表示一下我的歉意了